家里有老公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韭菜炒腰花 一口气爬湿楼 气都不来喘一口 新鲜的猪腰子 先去掉腰骚 先写到45度 深度2分之2 厚度3毫米左右 再反过来直刀竖切 深度3分之3 厚度3毫米左右 这是最简单方面的腰花切法 喜欢的记得收藏保存哦 切好的腰花 将一点高度白酒 抓拌均匀去除香味 再用清水清洗一下 再把水分控干 放点胡椒粉和淀粉 搅拌均匀 千万不要放料酒 要不然粉上不稳 再放点熟油 等份炒的时候 更容易炒得散 准备点韭菜切成段 再调一个料汁 一勺松抽 少许老抽 适量蚝油 一丢丢盐和胡椒粉 半勺陈醋 再来点水淀粉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加一勺油 油炒到冒烟 再倒入腰花 开大火快速发散 再放入姜蒜小米辣 炒出香味 倒入切好的韭菜 和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翻炒一分钟 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韭菜炒腰花 鲜香脆嫩 学会了你老公都夸你是大厨